大家好,今天見到政府出《無眠法》 出《無眠法》的時候,我看到南老師 跟郭佩帆 因為南老師坐在郭佩帆後面的記者會 說了敦促香港政府 立刻用緊急法、無眠法 止暴制亂 因為我今天見到南老師 要先讚一下南老師 因為跟郭佩帆用了很多的努力 政府終於接受了普羅大眾的意見 我今天想問一下南老師 南老師,你昨天做得好 起碼我們先指指血 因為那個面罩剝了下來 那些人就沒有這麼過份 就不會好像透明人魔 做什麼都不用負責任 起碼你剝了口罩 你認到你的樣子 你都不敢為所欲為 南老師是否有些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多謝郭佩帆 他在2016年已經開始 向政府施壓 說這個制定禁無眠法 我是很後期加入的 我剛剛收到一個死亡恐嚇 大家看到 OK 這個連登的 我就給大家聽 老爸玩兒子 他說要捉拿藍雪堡割配飯 另一位人士 還有他們的家人 是一個死亡恐嚇 我很奇怪 記者裡面 其實有一位退休警務人員 他又不敢搞他 我一個女孩子 一個教師 至於你問我怕不怕 我怕得要死 但是你們家裡見到蟑螂 你怕 你會怎樣 拿拖鞋拍他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特首 或者郭佩帆這些特首之科 南老師只是一個女孩子 受到這些 惡勢力恐怖分子恐嚇 南老師其實就好像個人受到威脅 我也希望大家 年青人 因為現在無面法已經出了 如果你做一些犯法的行為 就一定會抓到你的 所以我覺得南老師 其實我們都是一個和平的市民 希望大家 就不要做一些違法的事情 南老師你都平常心 我希望你不要害怕 你遇到危險 我覺得也要跟警方求助 南老師 不過anyway 南老師你都是做得好的 不過很多時候 你和一些反對派 說了他們的錯説出來 你都會面對一些起底 恐嚇 我希望南老師可以在這裏 情緒方面 可以輔導一下自己 和可以令到自己堅強一些 多謝你 南老師 頂點來應該 我們香港會明天就 我相信香港警察 有足夠能力 保護我們的良好市民 多謝警察 多謝 謝謝 多謝 謝謝